来来来,今天给大家盘点一下便宜又好养的宠物龟 这五种龟类价格都在一养位数 入门门槛低,不过饲养体验不错 不仅好养,而且很有特色 准备好了没有啊 点赞关注小转发,养龟顺利,很健康 No.1 小杂佛 曾经有一半时间我非常推崇小恶龟 因为他们的生命力实在是太顽强了 在我的脑海里,每一种龟类都会有一个适合他们的专属环境 而恶龟在我印象里就是随意二字 随便什么环境下都能够把他们养得不错 其中啊,小杂佛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杂佛有暴吃,比北美看出了霸气威武 当然啊,和那种动不动就贴着原种传种标签的传播相比 自然要逊色一些 但是啊,杂佛便宜啊 如果你要求不高,几十块买个有投资的杂佛养养 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什么? 长大后没必发养 你不会去做一些烹饪吗? 反正啊,别放生就是了 No.3 黄猴以水龟 黄猴是小豹很喜欢的一种龟类 目前市场上常认的黄猴主要分男时和小青 他们性格活泼,外表可爱 起心小巧 不过这些还不是重点啊 最有意思的是啊 这种龟天生就有一副幸灾乐回的表情 你在笑 你在笑 黄猴是国龟,自然传承了国产龟类的儒雅气质 他们性情温和 即便是大伙养在一块也不容易发生矛盾 现在身价值几十块 不过在十年前啊,黄猴可是妥妥的中高端龟类了 尤其是男时,在2014年飙到了七百块一区 那个时候啊,这种价格不算低啊 反正我是买不起的 我更喜欢黄猴小青 一个是啊,他们的体型相对男时更小 颜色也更加漂亮 你们觉得呢? 那么所以,火焰龟 巴西连的龟类价格普遍清明 色彩艳丽,互动也很不错 但是很多玩家就是养不好 苗子时期的巴西连对温度很敏感 稍有不省就容易感冒 所以啊,巴西连的龟类在家庭环境下 并不像媒体中那么强势 不过,有一种龟它是比较皮实的 那就是火焰龟 火焰龟学名,那是伟龟 伟龟所长员 他们的背纹像燃烧的火焰一般令人着迷 以此其他巴西连龟类 火焰龟的吸引能力明显更强 长得也更快 一年就可以长10公分 一个月体重就可以增加30到40克左右 他们的体重也更厚实,更强壮 不过,和其他的巴西连龟类一样 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日照环境 那么想养出漂亮的火焰龟 也是不太可难的 当然火焰的发色除了预兆外 更多的是靠基因 如果基因不好 再多的预兆和发色量 都是于事无不大 那么说,斑点石龟 斑点狗是一种颇具争议的龟类 一些人说他们不好看 尤其是有密集恐惧战的玩家 对他们望而生畏 另一些人觉得他们很有特色 识别度很高 像漫天的繁星 我显然是属于后者 除了色彩之外 斑点石龟的体型也很特别 背脚上有三条十分突出的背基线 虽然是水汽龟类 但是他们的游泳能力并不好 因为是热带龟 所以冬天需要加温饲养 这就让很多玩家 对他们失去了兴趣 不过,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虽然现在斑点石龟 才几十块钱 但是在2014-15年的时候 他们的售价高达7000元 是王族级别的高端龟类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现在的窄桥 要是跌到几十块 会是什么情况 新的养贵人可能觉得他们就是贫疑祸 满满的都是吐槽点 而我们这些经历过 他们高峰期的老玩家 会感到多么的幸福 No.5 白话八神 实在想不到 就连我这种屌四级玩家 都可以体验到变异龟的乐趣 变异 一直是高端和奢华的代名词 能有一只变异龟 是众多养贵人的梦想 而现在 这种梦想成为了可能 变异巴西龟 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因为品种太过丰富 让他们在圈子里拖聚人气 其中以白话巴西龟最出名 因为赔育量大 基于稳定 白话巴西龟早已不再高不可拍 从几千块跌到了几十块 应该是唯一跌入两位手的变异龟了吧 多少投资白巴的商家是一哭无泪 成为了近几年龟圈头号大远者 不过 和我们这些广大的玩家群体没关系 我们是喜欢乐界 价格低了还不好吗 赶紧整几只 了却多年的心愿吧 我是刘宝 我们下期再见啦